今天关注房市趋势 七个字说完它 就是超小超贵鸟龙宅 台北市推出了十坪的鸟龙宅 室内实际只有6.7坪 一坪153万 1530万 你也可以抢当天龙人 这种房子也买 很多人不要急着笑 实价登录你去刷看看 一排啊 喝成交 再看到新北更惊人 新店已经出现了九字头的建案 果然板桥一路水涨船高垫上去 已经出现了十笔单价 破百万的成交记录 连当初政府要力推的虚评改革 现在也紧急喊咖了 就怕更助长房价 买不起房的无力感啊 俊相哥 我先讲一个有钱就是任性的例子 为什么 最近我一直在关注的 这个是宜兰外奥阿拉伯宫啊 应该很多人有经过 这个海岸线的时候都有看过 你知道吗 林昭文家族 既然18年来只住过一天 不过据说有招待过两个贵客 一个是这个李远哲 一个是李登辉 这个要卖多少钱 总共有20间房 他要卖多少钱 卖33亿 没有人要啊 好 他就降到26亿 还说我直接家具付给你 我有去看过 其实跟大家一起参观过 里面的家具 那富力堂皇到一个极致 后来说21亿好了 家具是要来住的 你现在开场 我有觉得说 记记肩肩肩 挺有趣的 对 但买房子一点都不有趣 为什么 你真的是越来越望房心探 均香哥 我就讲我最近的例子 因为我想说 帮我儿子买一间房 是 那结果我就想说 2000万以内的预算 我觉得好像还负担得起 结果我去看房的时候 我只要看到2000万以内的 建案的广告 我就跑去看 甚至有一些打出来 就是说已经 玩销热卖的 你刚才讲什么十几户 那个有的我去看都要排队 结果我去看以后 我进去以后我吓一跳 我就说 一打开嘛 这个装潢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而且附家具哦 什么都去让你吓一跳 一打开 我说 还有二楼吗 我以为是楼中楼嘛 他说没有 就这样 你知道那个有多小吗 两楼就这样 多大啊 我说比我的停车位还小 我说那我不如去买停车位搭帐篷 你知道 结果他跟我讲 这个我们的坪数 大概10到12坪 但是我们的公社占比稍微高一点 高到最后10坪只有多少 6.7坪 可以想象吗 那如果是这样 你还有阳台啊 雨泽啊 这个不是个案 观众朋友你来看 2024年上半年 推出最小坪数的几个 你看 都在这台吧 有看到吗 不同行政区 10坪 10坪 11坪 全部都12坪之内 9坪啊 小小间 就是我们讲的 低总价 可是高单价 好 你只画了几坪 对不对 我给各位看一下 一坪多少钱 夸张到过去 我们认为 百坪以上 就是豪宅 这个信义区 一坪要170哦 中山区 一坪要135 153哦 即便到新店区 要95哦 所以政府不是一直在说 什么要推这个 10坪制吗 这个虚平改革 就是你买 你就买10坪 对不对 就你不要那么多公社 然后灌水嘛 结果现在又喊咖了 到底怎么办 你再等看看 你已经看不到 好几部车的车尾灯了 真的很难 那当然现在啊 这个有网友就说 那如果月薪 还是买不了房 能不能等股市修正 然后带动房市价格下修 我讲一个简单的逻辑 现在台湾 我觉得有点类似 我们过去讲 台湾基因卡帮 那种感觉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股市真的修正 钱跑出来 它会跑去哪里 其实只有两个选择 在台湾 你不是投资股市 就是房市 所以房市 还是会继续支撑下去 难怪这个月薪5万 你说我家买不去 真的买不起吗 你来看看 真的 年薪170万 你家书 你家买不去 实际上在竹科 年薪140 170 200 250 到300 甚至500 是很常态的一件事情 麻烦的事情是 对我们来讲 140 跟5万 5万大概是 一半而已 一半嘛 就只有他的一半 可是你知道 如果你在新竹 基本上 你随便绕一圈 你要稍微住的 有一点点品质 一天要多少钱 3000万起跳 那你如果 负担不起 没关系 你竹北甚至 现在已经往头份走了 他们说没关系 头份骑摩托车 10分钟 一样可以 所以我们发现 虽然薪水高 房价涨的速度 比你调薪的速度 还快 好 腾炎带我们来看到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房价涨 我们也知道 房价很标 放一点全台湾 我们都不要放过 任何一个 六都七都 直直细细去看 哪一个行政区 最猛最标 好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在讲房价 会不会只有台北市有感 或者是讲新竹特别有感 但是我点出来 这一个城市 高雄 大家一定会觉得 有可能吗 可是大家注意一下 现在在高雄 年轻人坐不坐捷运 坐捷运 我每次下去 我看到坐捷运都满的 有红线有局线 按照台北市的 这种思维来讲 只要有双捷运 一定暴涨 对不对 果然 现在高雄 涨最多的是哪里 叫做新兴区 附近有六合夜市 新绝江 很多人一听就知道 局线红线都在那里 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涨13.7 而且高雄话题 多到你真的是 我就随便讲 高雄就是演唱会 经济选择运 然后再来 台积电 在那边频频设厂 今天又有台积电设厂的 最新的风声出来 怎么不长 这股风潮已经炒出一个 我有点难以理解 匪夷所思的地方 什么叫匪夷所思 看房我就穿个拖鞋 对不对 谁都是这样 都这样 我就倒本手 不是 第一个 你的服装现在有要求 第二个 要带身份证 带身份证 为什么 我要确认你是谁 还有 真的要买房 在男子 他一个建案 你要买房 带身份证 不意外 之外 要有所有权状 租房子贵 买房子当然就更贵 你看到2023年的 去年的第四季 全台的房屋均价是多少 一平三十四万 那你要知道 这个比起五年前 2019年的时候 整个涨 其实说实在的 真的以前还没有这个感觉 尤其是COVID-19之前 当时是基本上 房价突然就飙上来以后 如果你持续计算的话 2019跟2023 居然隔着四到五年期间 全国的房屋 它平均涨了42% 还有更多的 还有更多的 20万 变成40万 50万 60万 三百也有 但是这个是平均涨了42% 薪水我就不涨了42% 你就对了 你来行的 刚刚讲房价涨42% 那薪水有没有多 也有啦 薪水涨24% 有没有 所以一个42 一个24 都要电动过来 差不多一半而已 所以就会感觉就是 我们的薪水 赶不上我们的房价 你要去用钱 追你的房价 追不上 所以很痛苦 如果你贷款百方十了以后 刚讲多少 付清洁 你可能要付非常久的时间 这一波股灾暴涨暴跌 我们看到了 吹脚令齐发 引爆融资断头潮 大家都在问 会不会波及到房市啊 今天 望着带我们来看到的是 历年的每一次发生股灾之后 如何影响一年后的房价 而现在还传出 会不会有人卖房旧股 敢会乎 等着价跌进场买房的人 机会来了吗 稍等一下 我们今天来告诉大家 影响房价涨跌的三套剧本 我们会走向哪一套 这几天真的很多台北的股民 这个心情跟洗三温暖一样 不断的上下坡动 你看今天大喷发 涨了794点 史上单日最大的涨点 所以你看 在包括前几天 其实台北股市只能用个产字来形容 但是昨天后来回弹起来之后 今天狂喷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股民的心青上巴下了 但是有人说 现在这样的涨幅 其实是很多来自散户的心血 心血类似你知道吗 因为根据8月6号的证交所统计 有十家的券商通报 共有十户没有缴钱 那累积的违约交割金额 来到了2.3亿元 今天为什么从暴涨暴跌 我就问一下 怎么会痛得痛 脑筋动得快的人开始在想了 股市房市常常相互联动 前一阵子股灾之前 股市热 房市更热 现在股市重摔下来 好不容易涨了两天 房市会不会受到波及 有人说 会不会有用开始在 卖房救股 怎么可能 因为我们知道 股市跟房市互相联动 但是这几天大家谈说 会不会卖房救股 可是目前就这样的情况来看 因为今天等于回弹了 那回弹看起来 好像很多股民也安而行 所以它没有到崩盘 或是大跌的情况 所以股市没有崩盘的话 坦白讲 这个卖房救股的可能性 就大幅降低了 但我们要讨论 会不会背后几个点 因为大家最近吵得很热 就是新清安贷款这件事情 哇 很多年轻人 我身旁很多朋友 去做这个新清安贷款 他们希望怎么样 宽限期之后 看能不能卖掉 赚点小钱 可是问题来了 现在股市跟房市 这样联动的情况之下 多年之后 会不会出现多杀多的情况 你等于卖了 你也赚不了多少钱 甚至还有可能赔钱的可能性 你说的多年之后 五年的宽限期 2023新清安 最快2028 会不会发生多杀多 当他们急着 要把房子倒出来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房价的一个波动 这有可能 因为房市看起来 未来如果你是个 新清安贷款 你要卖出去的时候 你要考量到 这整个市场的交易量 还有所有房子的情况 所以会不会涨 其实台湾要打上个大问号 很多人期待说 我现在新清安买了 我未来可能五年之后 我赚个小两百万 我觉得很开心 可是问题是 现在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我就问你 2028年 还有五年 所以我现在现出的天人交战 两难 一个是我要站在原点 我就等你五年之后多杀多 还是我五年之内 看着房价还一直上去一直上去 我该怎么办 现在因为房市出现的 所谓的彼得效应 什么叫彼得效应 就是胜急转衰 因为现在推案量太大 市场可能没办法消化 那房价如果涨到 民众买不起的时候 自然就会崩溜 但问题是 等这个moment 看起来还要一段时间 因为还在观察 观察什么指标 我们看未来的一到两季 其实是观察重点 如果在这一两两季的时候 你的需求量大增 供给了这个辆车 但是新鲜案 如果买性效价的话 房市可能会反转 这反转的话 可能就会造成一些 一些效应的影响 所以包括一些专家 或是投顾公司 他们就有评估说 房市下半年的热潮 会退减 会放缓 需求会放缓 可是这个地方 我们要打上个大问号 因为房市我们知道 今年的房市 算是非常热 甚至有五个字来形容 叫做交易潮元年 听到这五个字 大家都知道 今年的交易潮 等于是疫后 疫情之后的交易量 大增的情况 光是今年全台 从北到南的 这个交屋的量 已经来到了1500亿元 明年还会可能会翻倍 所以如果明年会翻倍的话 房市会不会翻转 这个会往下跌 其实就要打上个大问号 尤其今年在台北 北台湾推的建案情况 这个案量的金额 更是创下新高 你看台北市包括像桃园 新北年增80%到70%以上 这个年增是非常的高 所以大家会评估说 那这样子年增这么高的情况下 我们银行能不能动得住 银行能不能继续能够贷款 这是变成一个非常高的风险所在 你讲到了一个重点了 我们昨天讲到银行米刚没米了 为什么 新清安吹出了海量的房贷需求 我钱都放出去了 它现在寄出的史上 最大规模的现贷令 这个现贷令一砸下去 会对接下来的房市 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我们知道接下来房市可能面临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抢贷现象乱争 因为大家都想买房子 可是银行没有这么多钱给你贷款 怎么办 对包括连建商都会面临到非常头大的问题 因为接下来银行可能只会贷给这个非常大型的建商 不是有知名度有权威性的一个建商 那影响的就会影响到哪里 影响到中小型的建商 中小型的建商之后可能如果面临到贷款的问题的话 它首先会面临到倒闭风潮 因为它周转会不灵 你贷款如果贷不下的话 你周转不灵的话 接下来可能就会面临到中小建商的倒闭风潮 这个影响非常大 好 旺泽刚刚我们提到了 好几套剧本会造成房价的涨跌相互拉扯 是 再来我们给大家看到的是 缺工 缺料 这件事情到现在还在烧 它会怎么影响房价呢 因为缺工的情况 所以很多的建商 大家必须要花更多的成本 二到三成的成本来找工人 那这个成本会转价到哪里 转价到你未来的房价上面 然后现在很多地方 它没办法按期交工 所以很多民众买了这个预售屋 甚至要变成延后交屋的情况 我们就举个例子好了 现在有这个电梯 我们知道大楼都要装电梯 可是现在因为缺工的关系 一台电梯大概只剩一到两个人来装 那一到两个人平均来说 一台电梯至少要三个人左右 你才能装OK 那现在因为缺工的关系 南部有个建商 他要装十个电梯 但因为工人找不到怎么办 工人找不到 我就加钱 我就加码 去挖其他的工人来帮我装电梯 所以无形当中成本也增加 他花十万块去找工人来装电梯 过去可能只要加个几万块 一两万不等 但现在花到十万块 那这十万块是来自哪里 就是未来你各位消费者的荷包里面出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现在连装电梯都出现人力吃紧的情况 那反映出的物价成本 人力成本就在你的房价上面 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刚刚讲到缺根的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预售屋 这个交屋之后的时期延后 结果网友说他在新北的板桥 2023年买这个预售屋 预计两年之后就明年 2025年就要完成了 结果没想到 最近接到建商的同志说 不好意思我们要等到2029年 再延四年 这个很多民众贷款就缴了 然后结果你现在又要延期 很多人会受不了 所以反映出来的结果 就是因为缺工的问题 找不到工人 那工人太贵了 所以慢慢的缺工 慢慢的做 那做到2029年的时候 很多民众就会受不了了 所以你看 多出这三年我也得等 为什么约已经签了 我当然不清楚 结果等三年 你就继续在外面租三年 这都是成本 还没完 另外一个成本要垫上去的是 我们来看到是赖正义 他说拖越久 人缺得越严重 结果你的房屋新建成本 一路垫上去 他们不是吃素的 到时候售价就反映出来 我们知道羊皮出在羊身上 你今天的物价成本 就是反映出你的成本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 其实物价涨了非常多 油价 电价 甚至未来可能是水价 都有可能会调涨 那反映就在哪里 你看连赖正义 他做建设多年 他都讲 现在其实这三年当中 营界成本已经从每平的8.5万涨到15万 那大台北地区更是夸张 一平原本12.5万的成本 现在涨到25万 哇 等于涨得快一倍 你知道吗 所以这变成说 未来整个成本 再加上可能未来要刻增所谓的碳费 你碳费再加下去之后 整个房价可能还会上涨个3到5% 哇 这对很多民众来说 是受不了的一个情况 就网友说 他去年10月花了1000万订的房子 想说 我至少今年可以交 我应该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结果最近也收到这个建商的通知 说没有 不对 我们现在要涨价了 你知道吗 要不然我就退你违约金 我把50万的定金跟违约金退给你 给你100万 要不然你就给我60万 你给我加价买 所以这件事情逻辑很简单 为什么 成本一直在垫高 我只要 反映在成本上 反映在售价上 我宁愿赔钱跟你解掉 我后面可以卖更贵 对啊 我宁愿卖更贵 所以我也不要亏钱 还是会有人买 也不差你一个客户 所以现在建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未来其实坦白讲 大家很担心的是成本的问题 另外一个影响房价是什么 就是水电双账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因为活生生的数字就摆在眼前了 我们不知道 电力占水泥厂的生产成本有15% 那钢铁业8%到10% 是因为去年的电价调涨 它在涨起来了 所以如果你这个包括水电 如果未来调涨的话 房价可能不到一年 就要涨一层了 这一层对一般民众来说 是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让大家说 现在如果水电涨的话 大家觉得 不要不觉得可能会影响你自己 这跟你有非常切身的相关连结 选前新清安选后 心很难安 观众朋友 你知不知道 现在居然 那个千万额度 那个五年宽限 直接一步一步推传房价 这个涨势 业界形容是前所未见 林口 新竹 现在出现了 一瓶80几万的惊人天价 所以行政院现在要补破网 连下了两道紧箍咒 有用吗 好 俊大哥还有包新闻的观众朋友 刚刚俊大哥在讲 我帮他补一下 选前 新清安 选后 新南安 是不是整个这样 新南安怎么买 来观众朋友 新清安是为什么 字面意义 就是希望青年人可以买 从去年8月要开始 对不对 新清安就来了 但新清安来了以后 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都讲过了 那一集很多网友 都还有回馈写信给我 新清安 它可以让你一千万的贷款最高 然后呢 台湾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双北蛋黄区 有些地方 其实根本本来乏人问津的 因为我可以无差别贷到一千万 那一千万元 我带一千万元 我根本连投稿都不用准备 对不对 那问题来了 我今天除了可以贷一千万之外 我前五年 可以不用还本金低利贷款 如果以这个价格来看 一千万左右就一万多块 一万多块我五年 大概也就五六十万 对不对 我只要换利息嘛 那五年以后 我又不利得那岁 现在不是房价标成这样 以前一千万房子 现在变两千万 那我一千万房子 一千两万的房子 我就平常五年 又变两千万好了 我不是削翻了 因为我只花了六十万的利息 但我赚了八 我价格上了八百万 我就赚七百万嘛 所以新清安 观众朋友很简单 利益良好 选前新清安 选后新南安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要清算谁 大家跟大家讲就是 新清安是不是也带动了 过去这一年来的房价飙涨 而且飙得吓人 所以其实行政院也发现了嘛 不是说我们在讲嘛 所以行政院跟我们相关的行库 还有这个单位呢 就去进行的检讨以后 观众朋友 不要再拖把欧币来买了 如果你不是自己要住 如果你买了以后 你可能很快的 你又怎么样 又想要再来第二户的话 没这个事情 行政院公布 六二七 这是昨天 从昨天直接就开始了 借款人只能带一次 好不好 你不能够又带了又带 又带了又带 就好几个好几个 那个贷款都要来 第二个 新贷户要提供自助的切结書 为什么讲这个 这两个就打到点上了 为什么行政院现在要调整 因为行政院他不是把它结束了 而是说我以后要这样做 如果你违反这两点的话呢 最重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取消你的贷款 是 让你没有贷款 看你还怎么安 而且你前面吃的这一些 红利跟优惠 通通要回吐 那为什么要有这两个 就是现贷一次跟自助的切结書 显然有的人不只贷一次 显然有些人根本没有自己住 那新清安国家出钱让你买 对不对 这样加起来4000多亿 5万多户就买了 他让你自住的 那你要住啊 那你不但不住 你可能家里面还有其他的房子 以后你把它买来以后租出去 那为什么会知道你知道吗 因为有些人真的买了新清安之后 他还租 他不但租 他还去申报这个租金补贴 吃好吃嘛 漏欠了 你是怎样 你是吃到连骨头都不剩 还要拿来啃 连骨头都要吸走 是不是 你已经是有房子了 你新清安贷款买了一个房子 卖了房子你没有自住 你租给人家 租给人家以后 我说我租金还要补贴 所以包装区又发现了嘛 那现在目前 观众朋友 财政部已经去查了 现在看起来 第一个 刚刚所讲的犯这两个事的零容忍 他有可能取下你的贷款 所以不要乱来 第二个 现在发现说 八大行库盘点以后 这种大概5万户的新清安名当中 我刚刚讲违规的可能 很明显的样态 已经有500户了 所以真的有 所以要去处理 那当然他不是只有针对这500户 观众朋友 俊阳哥 他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新清安还是欢迎你来带 可是请你带了以后 就自己住 不要想要透过新清安 去炒房 或者是另外获利 我问你 就是因为昨天最重要 是这两件 我再说一次 一辈子你只能用一次 再来你必须要 切捷说我是自住 我没有要出租的 两个你说打到了痛点 我就问为什么学者跑出来说 根本没打到点 可能是白努力一场 因为我们现在有500户 现在看起来被调查 对不对 但是你真的 就以为只有500户的人 那不然呢 没有申请租金补贴的 你怎么知道 对喔 对不对 我不用补贴 因为我家已经赚翻了 我新清安 买了房子以后 其实观众朋友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解析 新清安的好跟坏 好就是帮助年轻人 买房子没有压力 对 坏在的时候 那种其实并没有压力 他还想要拿来获利的人 他真的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获利 我们先讲第一个点 怎么究竟 今天如果你今天 我讲的是看淘楼 我不知道 你带了新清安以后 你买了房子以后 你还去出租 你还去报 出租的补助 那当然就会抓到 可是回过头来 突然讲说 但如果他租金补贴 没有去申报 你怎么会知道 你就抓不到了 对不对 所以医生一次也是以人为规定 那等一下 你总有配偶 总有小孩 所以一家 新清安 好几次新清安 所以 纠举上会有一些困难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讨论这一题 俊阳哥我用个数字给大家看 因为过往 像从去年发现新清安 你看到 百分之 七十八点二 都是房屋总价一千五百万的 我上次跟大家讲 可以带一千万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准备 两百万三百万 或五百万以内 那有个人可能就说 那这样降低我买房子的压力 所以百分之七十八 然后呢 你的贷款额度 大家都很财康 都贷八百到一千万 就已经四十六 大概一半 所以尽量贷好贷满 然后呢 都贷超级长 有没有 三十一年到四十年 最三十年起跳 没有什么二十年把它还完了 百分之五十一半 然后呢 贫数都很小 所以新清安就有这样的特色情况之下说 来我举个例子 我们不对 那个人是谁 他的case拿来给你听 就是我刚讲的 如果我现在手上 大概呢 也就是 就是一千万元的贷款 有没有 贷款一千万新清安 比如说我这样讲好了 一千两百万的房子 我也工作了十几年 我再跟我爸妈借一点 对不对 两百万 我买一千两百万的房子 我一千万新清安 贷好贷满 贷完了以后呢 是不是一千两百万 我就贷一千万 就是一千两百万我付了 这一千万的贷款 就这样跟你去算 新清安的几个特色 就是可以贷到一千万 跟他不用在前五年还本金 那我前五年不用还本金 一千万贷款 一个月多少钱 多少钱 一万多块而已啊 这还好耶 一个月一万多块啊 不到一万五 一万二一万五 那我薪水如果一个月有三万后 我拿一半出来付好了 可是他这样也付很多 对问题不在这一段 问题在后一段 当如果我一个月只有三万块 我手边只有多少钱 我就已经进场买房子以后 我用了新清安 对不对 可是他的预期 不是我以后要一直住到老 而是五年后我要卖掉啊 这就是投资客的心态了 炒房啊 我现在只要一个月花一万多块 那我加起来 我带了五年 五年以后我不还本金 我只还利息 所以你看都带很长 有没有 你带的越长 他的这个利息比就越稀释 对不对 我就不还本金啊 那这种说法在五年后 到了以后 觀眾朋友 因为这两年房市一直涨 我就讲一个简单的好了 因为我们也不讲这个人是谁 像这样心态的人真的很多 我买一个一千两百万左右的房子 我期待五年以后 君良哥 房价不是都在涨吗 有没有可能 我这个房子五年以后 变两千万 那我变两千万以后 我的整个房价 就真的八百万 可是我利息只付六十万而已啊 所以我就能赚七百万了 国家出钱 让你买房子以后 结果你怎么没弄 你就拿去赚钱 而且可能他也不是他原来的第一户 他可能还有其他的 他家里的房子 所以现在发现这个问题了以后 大家就讲说 新西安必须打洞条 可是你其实说 在真的很难上去 为什么 因为整个满气冲上去了嘛 新西安还有另外一个点 就是因为他可以无差别的带 所以我们才讲 之前桃园的草榻 原本没有人在那边买房子 可是有新西安 房间就多了 全台各地不是只有 淡黄区 淡白区 淡壳都已经起来了 淡壳外面都有人买 就全台各地都有人买 对 那这种状态的时候 大家发现说 你去西门町投台上去 大家跟着看 所以全台湾人都在买房子 永进房屋讲说 六成的国人讲说 啊 无差别的一定往上涨 所以管你新西安有没有限制你 就觉得房价会涨 那所以房价会涨 大家去追那个房市以后 整个房价往上涨 他就真的涨了 大家就会涨 所以新西安等于是触动了 整个房价往上飙 那现在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要想办法把它把它采回来 可是说实在的 真的也很难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来我们看一下新竹 因为大家讲新竹来做这个标的 新竹现在你看到 这个成交的单价已经到多少钱了 俊阳哥 越说越怕 已经快80万了 79.8万 快见到了耶 竹北啊 不是新竹市 是在竹北 当然竹北离竹客近 所以已经到79.8万 那你要知道 以这个状况来看 竹北是这样 林口也从五字头 现在一瓶八十几万的也有了 林口 露散了人来了 已经到八十万了 林口从以前的蛋白区 现在是怎样 八十万起跳 所以烈工 然后还有 现在所有的台积电 相关的 像在屏通的那个COWAS厂 这个高雄霍华人之争 潮州 这个在以往来讲 应该算蛮偏远的 现在也一样 直接一字头跳二字头 那观众朋友再讲一下 一字头跳二字头 代表什么 涨了百分之百 所以所有人都在想 是 你现在没买 舊钱也要买 这个谁舊钱 舊没钱就新清安 所以新清安反而变成是 大家进房市去炒房的一个 基本的一千万的 那一大桶金 那这样子的话 反而没有增加 帮助到年轻人住房 而把房价炒上去之后 更难买到好的房子 好 雨萱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新清安 大概应该还有几年时间要走 我们今天在讲说 林口八字头 一年之后破百万 谁说不可能 所以你回头来看 昨天的这两招 要来抓肉堵肉 堵得了吗 因为你要了解 新清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就是说 因为他包括最新公布的数字 40岁以下的贷款户高达73% 是 所以他在说明一个意涵 多数人都是有承担所谓的风险 这个风险就是说 当现在很多年轻人 甚至有些人是人头户 他获得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 他到底是说 我这五年之后 我可以开始偿还本金 我有能耐偿还本金 而我也打算继续住下去 还是说我五年之后 反正我利息缴完了 我就准备要卖 但如果说是后者 我跟你讲 各位麻烦可大了 因为今天大家要讲 为什么说 今天买房的人数会变那么多 因为买房的人数 它变多到一个概念 以前一间房子 它可能是一家人主 就是说你一个家户单位 比如说我四个人的人口 我可能就需要一间房子 但你可以去对照那个比例 现行的比例 比如说一个家户人口 在同一个户籍里面 到底现在持有的房子数变多少 那你答案就一目了然 因为星期间它限定是说 青年首购 那哪一个青年人 他家里没有自己 可能父母有一个房子 多数都会有 那等到五年之后 有两个问题 第一 到底这些人 有没有能耐厂房本金 还是说他抱持一个心态 反正我只要买得起 缴得起利息 我利息缴完之后 隔了五年之后 我把它卖掉脱售 当投资就好了 就算现在新积安踩煞车 对不对 但实际到现在 也快要一年之久了 对不对 好那踩煞车了 五年后到货槽的时候 不好意思 那个房价价格又堆叠了 堆叠之后 愿意接盘的人又更少了 那多数的这个人 当这个产品 从一次倒出来的时候 市场上如果还有 暗量持续在推的话 所以这个我想讲各位 所有事情它都不是说羊毛 出在羊身上 那再来第二件事情 包括台积电COAS 也是一样的概念 你现在台积电是不是 包括明年要设五个厂 有COAS的 有晶片的 然后只要一说设厂消息 马上就 就涨不上去了 那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问这个涨价的幅度 到底是炒作的题材 还是说它是因为 来自源于台积电 一个刚性的需求 所以导致现地的价格 大量的上涨 都有 对 所以其实炒作其实还居多 是 因为我谈讲台积电的确 它可以带动附近经济的发展 那如同竹科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你去到竹科 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一样的东西在竹科 就会特别贵 一出了竹科之后 就变便宜了 就是针对工程师 它的一个我们讲的高给付 它有高薪资所得 所以产生特殊的物价 特殊的环境 但今天全台湾 如果各地都出现 这种景象的时候 你不免怀疑 比如说我们讲 平通潮州就是最好的案例 撇除掉台积电女员工 全部砍掉 真的需要那么多房子 真的需要那么多土地跟面积吗 我担心了 这是泡沫化的开始 宜翔 所以刚刚我们的开场白 就是选前新清安 选后新南安 这件事情 现在正在亡羊补牢 你怎么看 其实要不要忘记 新清安的新 这确实是来自选举的时候 但是清安 是从2010年就开始 本来就有一个清安 对不对 后来新清安 只是把这个补助的金额 补助的利息补贴等等提升 过去是800万像1000万 过去补助半码像是一码半 过去是这个30年的一个 一个 还款 还款期间 下面40年 所以我的意思是过去期就有 这只是后来 我觉得资格放宽了一点 但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我其实蛮惊讶 我看到最近我蛮惊讶 本来就没有限制说 是一生只能一次 我觉得大家看到 这可能本来想说 新清安本来就应该是一生一次 或清安本来也应该是 就后来是去年才开始实施 所以这确实 我觉得是让大家匪夷所思 另外一点 我觉得我蛮惊讶 是说 这个没有年龄的限制 因为有一个 下面 对不对 下修是18岁以上 对不对 但现在没有一个上修 也不是青年都可以 50 60岁70岁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会有点违背到 当时本来是要帮助第一次 尤其是年轻人买房的一个 一个政策原因 那我觉得 确实这个部分的瑕疵 就是要仔细去思考 如何去修正 因为我其实在这节目上 我也提过了 我觉得赖政府最大的挑战 其中之一就是房价 房价如果继续涨的话 尤其我们刚刚新竹已经破80万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就是说这个对于任何执政党 都会是一个重大重大打击 因为年轻人会持续买不起房子 整个房屋市场 会持续有泡沫化的一个迹象所在 甚至于有很多 我不要说年轻人 很多家庭 想可能多生一胎 也没有办法 就换更大的房子 因为太贵了嘛 我自己召开我们地方的协调会的时候 我如果有这个年长的妇女 跑会哭 为什么 她住在一个公寓四楼 但后来她希望可以换到电梯住宅 因为有电梯她膝盖不好 但是我们大安区电梯住宅 现在新房子都将近200万一瓶了 所以哭啊 因为买不起啊 因为她把旧房子卖掉 也换不到电梯房子 因为她只住套房而已 所以我的意思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政府应该要认真以待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 这个修正 这个新千安的一些资格条件 这是第一步而已 接下来我觉得 还是要仔细去思考 就是说如何避免新千安 被投资客使用 被这些草房客使用 那如何避免被他使用之后 再专进这个计划 专进说 我如何符合到我的政策原意 就是帮助没有办法买房 可以买到第一手房子 所以讲到新千安 造成房价疯狂涨 特别有感 因为静平来到现场 我特别要问 我们刚刚伟翰也点评到 像观音啊草榻啊 已经到了蛋白蛋壳去了 全部都疯涨了 你刚刚讲那些地方 都已经从20万到30万 我听得都非常炸舌 那至于我们这个中立 青浦那一代 都早就破50万到60万 往80万的方向 新千安主要的问题 就在刚刚其实有提到 宽限期 这五年宽限期 一般的银行的这个房贷 我今天有一次跟 房地产专家有在 稍微再辨论 两年 两年三年 一般平均都是三年 那虽然房产专家说 银行的这个房产 它的这个宽限期三年 是可以转转转 你期限到的时候 你再转别家银行 再转别家银行 是可以这样去回避 但是呢 如果你政府这个新千安 宽限期再不改 你签再多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协议书 签再多切结书 或者是你再去 怎么去想办法去查 人头物啊 你都枉然 都很撩零 为什么刚讲 以前都是平均三年 房地合一税 2.0上路之后呢 他把他这个 这个重税 闭锁期变成五年 所以就会导致很多投资客 他在这个时候 就大量退场了 因为你三年 你就像你买卖房子 你要磕重税 我那个持有成本 我报不了五年啊 问题就在这边 不只是刚刚赵宇祥所提到了 年龄 还有一个新闻 不是有讲到 一个55岁的人 他去贷款新清安 结果竟然可以核贷下来 40年 新清安40年 55岁 你这个核贷他的八大航库 你怎么知道 他也可以活到95岁 你真厉害 而且95岁他还有还款的能力 所以你不觉得 一堆乱象出来吗 才会说 出现了很多灰色地带 出现了很多模糊地带 你政府要怎么去查 会不会变成 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观众朋友 今天大家在热议着 央行在出手 祭出第六波的房市管制措施 你在七都 包含新竹 你要购买第二户的话 就现代六成 今天市中带我们来看到 央行这次出手来 希望能够更健全房市 让他不要这么热 这一手一出出去打到谁 有用吗 对 我们跟他讲 实际上昨天的央行理事会的时候 意外的就是说 没有升息或是降息 但是他祭出了 新一波的打房政策 他还想说 为什么他要在这个时候打房 因为昨天央行的说法是说 因为如果大家有去注意到 最近的房价 最近房价是非常热 各位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到吗 龟山的房子要预售的时候 有些人就前几天去搭了帐篷要等 然后在中南部很多建案 都是你一出来的时候 没多久就已经被秒杀秒杀秒杀 所以因为房价上涨的时候 央行的想法是 房价上涨会造成通膨往上升 算是必须要压制房价 所以昨天他的第六波的 房制的管制措施 是把六都加上新竹縣市 变成是你第二户的贷款层数 从原本的70% 7成左右降到60% 而且没有宽限期 更夸张的是说 过去的央行政策很多 都是会有一个期限 什么时候实施 他是从今天开始就实施 所以有点算是有个意外的 这个效果 除了房市的管制加码之外 他还同时调升了 所谓存准率印码 0.25% 存准率是什么意思 存准率就是说 银行里面有一些钱 他是不能够贷放出去的 他必须要存款准备 在他的银行里面 所谓的银行存款准备 把它往上升之后 银行不能够贷款的钱变多了 所以约莫可以从市场上回收 大概1200亿的资金 事实上这个是第三次 调升存准率 也就是说从2022年的下半年 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调升了三次存准率 从市场已经收走了 3600亿的资金 但是目前为止 房市还是居高不下的一个状况 好我们讲到的房市 我们讲到的是房价 这些本来不是央行该关注的 他要关注的是银行体制 你刚提到的 银行的金库里面 有没有足够安全的现金流的存量 才是他要在意的 对我刚才讲到 这个就是说通膨的问题 通膨是归央行所管 所以他认为房价再涨 会造成通膨 好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然讲到这个 所谓 为什么你要做这样的措施的时候 其实杨金融也有说到 他说新金安的确造成了 移转动数的这个增加 确实有他的这个冲击 然后另外一个他是说 我们要记取所谓的 金融危机的这个效应 什么金融危机的效应 就是2008年的金融海啸之前 美国就是因为 当时的美国房地产在往上涨 然后后来有非常多的这个 所谓金融业都联动到房地产上面 那房地产一破灭之后 造成美国的这个金融海啸 他就说我们要关注银行的 不动产的这个贷款比例 还有这个金融的稳定 所以那我们目前呢 我们不动产的这个 占这个所谓银行的贩款比例 约莫是37% 所以事实上 某些程度来说 显示台湾的这个银行里面来说 放在房地产的比重 其实有点偏高的这个数字 昨天的记者会居然出现了金融危机 我们现在怎么可能金融危机 跟我们今天在讨论房市过日会扯上边 对 没错 实际上央行也没有说一定会金融危机 他说要记取这样的状况 就是避免所以说波动了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很多地区的这个小银行 都面临到这个倒闭的这个状况 那尤其是说 这个一个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就说 未来会有更多区域银行 要倒闭的这个状况 包括说像 宾州的这个共和第一银行 在4月26号宣布倒闭 那因为有282家等等 面临倒闭的这个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 美国目前的利率在往上升 他从去年一直在这边升息 升息上来的时候导致什么 很多人面临到违约 他可能缴不出房贷 或是缴不出他原本的贷款 目前为止带有一兆 一兆美金左右来说的话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滚雪球效应 对整个美国的金融体系 造成一个影响 这个是央行总裁他首度认证 房市过热跟新清安有关 那怪了 新清安是否要帮助这些 首购族 刚性需求的 让你买得起房 这边说来造成了房市过热 反而房价越电越高 更买不起 那不是好心做坏事吗 对 这其实有一点算是说 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央行就说 新清安会有让房价 往上升的可能性 他是说有这个可能性 那另外一个 这个行政院 当然就马上出来说了 我们落实居住正义来说的话 协助无自有房子的年轻人 决心不变 所以我们要督促这个银行 作所的代后管理 他等于是呼应 这个央行的这个说法 那就其实我们财政部的说法是说 新清安未满40岁的 这个贷款的这个户数 占全部的73% 也就是说财政部的说法是说 我们这个政策的确是资源的 所谓的青年购物的这个自助 他所有是自助的需求 那么事实上央行昨天打的是第二户 第二户就是所谓的 你可能投资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他就说 我们已经请公股银行研议房度 所谓的个人户 或是售后出租等等的行为 他虽然还有一些所谓的配套措施 但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 新清安的确让整个房价 有点往上升的这个态势 今天大家就在记住这个数字 七都买第二户房 最高只能带六成 这会打到谁 然后这样的打房效果 好还不好呢 对 我必须跟他说 这个打房效果应该是没什么用 为什么没什么用 事实上你看 央行从2020年就开始打 一直打2020年 2021年 2021年 然后2021年 2023 2024 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打房措施 到目前已经第六波 但是因为他现在 他只是针对七都的第二套房 现代六成 我问大家 能够买到第二套房的 你觉得他口袋深不深 够深 很深 所以你说好 你从七成降成六成来说 对我没差 那当然 我们如果以3000万的房子来说的话 大概是差300万 但是你说能够买得起第二户的 其实他不太会有影响 那真正会有影响是什么人 两种人 一个就是说我原本已经买了房子 我现在要交屋的 那我就面临到我的房贷上升 另外第二种是说 我未来要投资的 那可能短期天 压力就会变得比较大 所以这两种人来说 显然是央行会波及到 最重要的两种人 那我问你 陈也辛清安 伴也辛清安 网路上居然出现了这个标题 今天大家想说 我当下才十个月 已经有被害人了 人生被我妈用辛清安 他就怎么了 对 没错 我们必须说 辛清安当然是一个 很多人认为不错的政策 很多年轻人是鼓一掌声 但是就有人会滥用 这就是一个滥用的状况 为什么 有一个人在网路上写 我爸妈现在六十多岁 但他们从四十几岁 就开始探聘 因为为什么 就可能在操作房地产 然后他出了社会之后 他就供养他们父母亲 他说他一个月薪水是三万八 他就说我还要给他们 一万五左右一个状况 然后我还要租这个八千块 左右的这个房子来租 结果他妈妈就说 现在有辛清安 辛清安的话 你是符合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 他就逼着 他妈妈就逼着他去买房子 那买了这个房子 他也辛清安的贷款就下来了 买房子要供养一辈子 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他供养供养供养 他妈妈想说 他说房子 反正房子处放在那里也不好 他就把他用租金 把他租给一个学生 用一个月收这个4500 结果他收4500了之后 这个学生 我们知道最近不是说 你可以这个房租的补贴吗 他就去申请 申请房租补贴之后 结果没想到 被他证明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 财政部说要抓所谓人头户 还有说你买来用租的 这个都是不行的 结果就被抓到了 被抓到之后 现在没办法 现在等于辛清安的贷款要追回来 然后他要背这个房子 他就觉得说 他的人生被他妈妈用辛清安 给毁掉的一个状况 好 杨敏 辛清安到底是药还是毒 你看房仲隆头 这个李同荣 他说辛清安是安非他命 这个太耸动了 你怎么看 俊强哥 我们用数据来讲话 过去12年 这个所谓的旧版的 这个青年安心成家贷款 12年总共贷出去34万户 平均一年不到3万户 大概2万多 对 我们这个辛清安上路10个月 到5月为止 10个月 就有5万户 有好凶 将近多了一倍 对 所以还没满一年 到今年7月底才满一年 对 所以你说有没有诱因 有啊 为什么 因为你能贷款的金额增加 优惠的利率也增加 然后呢能够宽限的年限 以及他总共能够那个从30年 上限从30年延长到40年 所以光是这个开办之后 他现在平均的贷款的期数 平均的年限 就还款年限 是25年以上 对 所以这个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就是说 我有一个买房子的机会了 当然你说有人买房 就会有人投机 是 那现在 不管央行也好 财政部也罢 我们的政府发现 可能有人投机的时候 他就不是补药了 他可能就会变成毒药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 要如何勾机 那些网路上写的那些文章 不见得是有办法真的查核 但是我们的政府 有没有工具 我告诉你 租金补贴 跟这个所谓的清安贷款 只要地址一对 同样的 一定对得出来 所以呢 这种的资格 就要把它排除掉 这个是确实的 不管那个故事是真的假的 但是实物上 是可能造成的 是可以做的 所以我说政府 如果不要这个羊毛 出在羊身上 好好的让真正需要的 年轻人想要成家的 能够得到这些优惠 不要让那些投机分子 越过雷池一步的话 赶快动起来 回头是岸 Vincent 你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 民进党要拼连任的话 现在还早 但是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要拼连任的话 就三个重大议题 要处理得好 第一个就是房价 第二个就是薪资 尤其是青年的薪资 而第三个就是两岸的稳定 我作为一个年前 我在台北市会不满意 我当然会不满意这件事情 我自己身为台北市 因为买不起房子 所以我的重点是说 这件事情 我认为政府要动得快一点 但是同时 要小心处理 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个期待 就是说房价 这个要开始跌 但如果房价开始跌 会不会有更大的经济波测 我相信也会有 所以就政府 就变得有点两难 就是说我到底要打房 打到什么地步 打到开始跌 那很多人贷款开始 这个不成比例了等等等等 那这些造成经济影响怎么办 所以向来 我觉得无论是国民党 无论是民进党 都是希望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就房价为止 那另外一部分 透过社会的一些相关补助 包括这个社会住宅等等 来确保说没有房子的人有人 有地方住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赖清德政府 未来四年最重大的考题 就是要如何确保 这两管旗下的作为 都是可以积极做 包括房价维持 就是说你不要说它去跌 但至少不能再涨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但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确保说我来社会住宅的建构 是可以加速的 来满足到我年轻买不起房子的这 那我认为现在这个央行 四处降值 我认为那作用不大 你也觉得作用不大 你从七成到六成 你已经都可以出三成 你出不了四成吗 房仲业者已经预告了下半年 价量齐阳的态势大概是不变了 我觉得现在房价 我自己作为市议员 其实最主要一个问题 还是供应 我们台北市 包括像因为我是台北市 对不对 我们是七成的房子 都已经30年以上了 所以我们台北市的更新速度太慢 我们的供应速度太少 所以这个部分导致我们的市场 其实属于一个非自由市场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要更宏观去思考 中央政府配合央行 大家一起思考更宏观的政策 才是正确作为 宇轩你怎么看 我真的比较诚实一点 而且台湾人是非常机灵脑袋聪明的一个民族 所以遇到这种有洞 要去赚的方法太容易了 我自己讲 新清安当然是利益良善 但因为过去房屋的最重要重点是什么 闭锁期五年嘛 对不对 那你闭锁期五年之后 他今天宽限期变成也是五年 所以这个叫什么 可以买空卖空 等于就是说我今天 通过新清安这个方式 然后我先去买到一个产品之后 买到一个房子之后 我就预计说它会涨 对不对 我预计说它会涨之后 反正这五年我就缴利息 等到利息缴完之后 反正我到时候房子 我就顺手就卖了 那这个举动就要炒房 可是问题是对于 它的设定目标是年轻人 那你怎么样去防范说 今天会不会有人头的问题 我讲人头不是说 真的是你非亲非故的去当人头 而是说今天比如说你这边 像这个 妈妈吵儿子 对吧 就你父母有这个财力 有这个实力 那他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因为比如说 好今天他真的提领现金了 我们今天讲到一个案例 有人说他直接转账 转账之后 然后他儿子的户头 儿子在拿这个当投机款 投机款之后申请新清安 对不对 他是自己跟他的爸妈 买了这个房子 但如果今天是第三方的房子 对不对 他如果父母有办法 用现金去处理 这个东西我想 国税局百密有益书 那甚至这样 我们讲的第二件事情 他说是因为租房子 却被抓到 对不对 那我问我刚才讲这个 他是不是买空卖空 为什么是买空卖空 今天他用缴 我们讲宽限期的利息 利息绝对非常低 一千万以内 这个租金绝对有办法去cover 那另外呢 他去找这种比如说成年人 或者说没办法使用租金补贴的 等等的 反正不管 或者约定好说 我今天就是用比较低格的价格 租给你 那你就不要再去承计租金补贴 用这样方式完全cover 他等于说这五年之内 不用花任何的成本 然后最后预期房子会卖掉 各位我在讲 这是投机的行为 再第二件事情 那如果有人存着 这个投机的心态 最后搞砸了怎么办 为什么 比如说他根本没有这个 财力去因应 对不对 但等到五年之后 他反正说我卖掉就好了 对啊 我丢个法拍就好了 我卖掉就好了对不对 就五年之后发现完蛋了 房子跌了 他就来投机了 因为现在很多业者都主打说 哎呀我心轻安保证你 买了赚大钱 你赶快来跟我买 对不对 我跟你讲这个必涨的 那请问一下 这会不会产生 所谓的市场上的一个风险性 当然会啊 所以我们刚才才会提醒说 会产生金融市场上的风险 但我还是要回根就底 心轻安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当然是好东西 但是 怪是怪在 因为台湾人真的太聪明了 我跟会保证 这个所谓的五万个 这个成交的户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 是真的是青年 想要买自己的房子 有多少人是投机 其实我打算 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好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一路看下来 看到了两岸极栋 EKFA70 政府警报非核的神主牌 发电只能选贵的 种种几件事情 成了主计长口中 今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变数 通膨吃掉了加薪 主计长进一步预告 今年的实质薪资还是富的 要当心哦 别让你的人民越打拼越贫穷 穷成了国安问题了 台湾目前两大民怨之首 一个叫房价 一个叫物价 但总结在哪边 在所得 主计长他就说了 2024年实质的经常性薪资呢 目前预估仍然是负数 俊向各尔这个很大的一个麻烦 发生什么事呢 薪资有没有成长 有成长 但物价的成长更快 所以变成了说 你的薪资成长追不上物价 我们来看第一季哦 第一季的实质薪资就少了万分之九 简单的说这可是要点啊 你一个月才赚三四万块 结果你的钱还变少了 你能够买的东西越来越少 日子怎么会好呢 所以人民苦在这个地方 政府你有觉知到 你有察觉到 你有努力的去抑制通膨吗 辅大AI发展中心就做了一个调查说 目前政府对于抑制物价的一个上涨 是否感到满意 数字出来大家吓死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了 目前非常不满意的人高达46% 不太满意的是32% 这一来一回加起来是高达78% 简单的说近八成的民众都觉得 台湾的物价太高了 但政府压不下来 好绝对不是狗废火车而已 都是手伸进去 你可以试得到水温的 来我们一个个来看 现在活在怎么样的一个 通膨啃咬追杀的情况 好多人好爱开电动车 为什么呢 我汽车加油一桶1500 我电动车加充电 大概只需要600块 但没有想到呢 最近Upower Upower是一个台湾非常大的 电动车的一个充电站的一个联盟 他就说我们也撑不住啦 现在也要涨价 一口气要涨10%喔 涨10% 每度电现在是9块9 我们以特斯拉的Model Y来看的话 现在呢 充一次就要增加67.5元 简单的说啦 过去充六七六百多块 现在一口气要充到750了 但现在大家还是说 生活的小确性还是要有嘛 但没有想到呢 最简单的 早上起床要上班前 要读书前 买个豆浆喝吧 最近呢 某个社团就说了 这会不会太夸张了 上个礼拜买的时候才58块 怎么短短一个礼拜促销的一个豆浆 一口气涨10块钱呢 等一下你会不会讲错 他是促销 还比一个礼拜前贵10块 先跟各位说58块涨10块 是涨接近两成耶 然后呢大家还有说 还有些东西喔 里面价格没 价格没变 里面全变了 我们来看喔 这个是非常出名的商场当中的神奇的 所谓的牛肉馅 牛肉馅饼过去呢 他们都说什么呢 他们都说 买这个太好了 回家开山卷 三个人就吃饱了 为什么呢 这个叫皮薄馅多 可是呢 这个牛肉卷现在好奇怪喔 俊向哥 一切开你发现了 什么跟过去不一样 这边都是面粉 这边都是面粉 好多人就说 这个面粉一口气 就占了一半左右了吧 那我的牛肉 跑到哪里去啦 好多人都说 怎么现在吃的感觉 跟过去不一样了 这个是真实的现象面 我就问 如果大家寿星阶级 薪水有加到一定的level的话 那我们要斤斤计较 问题是 政府也告诉我们 有啊 过去8年 我基本工程一路条条 调到快40% 跌被四成 应该很有感 为什么寿星阶级 反而很无感呢 现在哦 寿星阶级就是老的生气 小的也生气 我们来看哦 111人力银行就调查哦 今年新鲜人 他们对于薪资的期待值高达 37213元哦 较去年的35186 是提升了5% 但俊向哥 事实会说话 为什么呢 另外一家求职网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看清楚哦 目前 学士学历的话呢 薪资起薪 在31136 然后呢 研究所起薪的是 33988 简单的说 大家心中都有个落差 但这当中 还有个可怕的陷阱 所以这个变成 我的期待很丰满 可是我的现实很骨感 你说的陷阱是什么 陷阱是现在还有更大的 一个麻烦是 好多那种已经入职 三年五年的 就说你们这些新人 连续四年 你们的薪资都增加 别忘了哦 过去四年 我们的基础薪资是增加的哦 但还有一些老人 不算老人啦 就进来比较久的 他们就说了 气死人啦 为什么呢 为什么新人的起薪 都比老鸟还要高 我已经在公司任职四年了 最近公司严重的一个缺人 大家都说要离职要离职 为什么呢 居然老鸟的价值 比不上新近同仁 为什么呢 因为薪资年年涨 但很多的老鸟 工作四五年的 他的薪资没涨上来啊 所以我们一路看下来 从一罐的这个所谓的豆浆 到特斯拉去这个充宝店 这些小的感受 还没完 我们给大家看到 这种对于寿星阶级年轻人的那种 剥夺感最剧烈的是在哪里 买房子啊 没有错 现在来跟各位谈几件 在台北最残忍的一个事实 什么叫残忍的事实呢 我们都说嘛 小孩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 所以呢 好的学区很重要 可是台北现在的好学区多夸张呢 来跟各位说明一下 这个是出名的一个网站说 我想要在双敦化学区当中 找一间房 结果这间房呢 进去 金香哥 一间房四千五百万 不打紧 房子已经是快五十年的一个老房 里面都还破破旧旧的 更惨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去看一下 觉得怎么这么贵 转眼一看 别人买走了 哇 这个实在是追都追不到 所以呢现在先跟各位说 台北很多那种 阿公阿嬷级的老公寓 再跟各位说 这个是四五十年的老公寓 三房的 动辄三四千万四五千万 然后你还有加车位呢 各位都六千万起跳 好多人就说了 台北居大不易 大安区现在是一百二十二万六千一坪 然后呢四大富小是一百零七万三千一坪 简单的说 现在要驻台北 每瓶都要一百万才能起跳 人听敏凡的说 你说 他说都说台北市的蛋黄 中的蛋黄区来 我们去远一点 跟着捷运走 来到新北的红树林站 稍微远一点点 应该符合蛋白区了吧 哎呦 这个也没办法 现在跟各位说 红树林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过去这段期间呢 台北捷运人流的一个成长 红树林站是成长的第三名 简单的说大家都往那边挤了 可是呢 现在铁针针的一个事实是 好多人哦 就去看新北捷运 红树林站附近的某社区哦 他们说才半年前哦 各位就在去年底哦 一千是两千两百万 最近去问两千六 然后现在呢是有行无事 半年前涨了四百万同一间房子啊 重点是在于 因为第一个是所谓的淡水生活圈 又有轻轨的一个通车嘛 但就现在来说的话 还是一句老话 薪资有没有涨 可是房价物价涨得比你想象中还更快 这就变成了台湾有钱人更有钱 但穷人就越来越穷翻不了身啊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不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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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不订阅 诅 我 或者你 不订阅 你 都不订阅